在元旦日,是公布喜訊的好日子 張宗雲和何硬絲曬出婚照 宣布在2020年將會拉近天窗 他們向我們透露 Fred在求婚前,原來先問准Stephanie的爸爸 然後在旅行途中求婚 還安排朋友和家人秘密出現 令Stephanie非常驚喜 分期計劃在年底,將會在海外舉行 至於香港會否保辦酒席,還在上討 勸眾日多個好朋友,也很替兩位開心 我很替他們開心,恭喜他們 終於拉近天窗 看到他們一直都很甜蜜 Fred也很疼愛他,他也很照顧Fred 我知道他們未來年底會在海外結婚 我也會過去的 我也算是第一班知道的朋友 很開心,真的很開心 因為在我們這班朋友裡 逐個逐個都開始拉近天窗 最近有三個不同的婚禮 我全部都覺得很感動 我沒有恨嫁,因為我覺得 有的有的沒有,沒有的 沒有所謂 我看到人祝福人,這樣就可以了 兩位終於收成正果 但其實在這兩年半的程度 是非常崎嶇的 當年兩位同屬星夢 因為合拍旅遊節目而他著 但Fred就被爆 背著拍拖三年的同居女友 而戀上Stephanie 兩個形象插水 涉技符毀於一旦 隨即被公司訂入雪櫃 期間還傳出Stephanie抑鬱病化 還曾經喝醉酒,自殺入院 左手還逢了七至八針 兩位一起經歷人生的高低潮 關關難過,關關鍋 終於可以一起踏上人生的新一頁 真是很值得祝賀